听上说话就是会说啊 嘴是动的呢 刚刚明显 嘴是会动的 好像眼睛是否也一闪一闪的 三清观念神像开口说话 你看相机里的画面 这个神像的嘴巴是不是在动呢 好像是在说话一样 村民们惊呼这是神仙显然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不成真的是三清观风水特别好 引得神仙下凡居住了吗 在黎音川是一百多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贺兰山风景区 在风景区里有一个道观 供奉的就是三清相 说起三清就要提到西游记了 在西游记里有这么一幕 三清爷爷 今日贺驾将领先军为法 今来圣水吧 又酸又色 不太好喝 好像有股骚臭味 圣水啊 可能就这个 这是西游记里三个妖怪 喝了孙悟空的尿 三个妖怪被孙悟空刷得团团转 但归根结底呢 还是道观里供奉的是三清大老爷 要是你遇到三清显赢了 你也会被震惊的迷迷糊糊吧 在赫兰山景区三清观 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三清观里 走进供奉的大殿里 正对面看见的就是三清相 在周围则是四大护法天王 而引起村民们轰动的就是 其中的多闻天王 本来在山区之内的三清观 是很少有人来的 但是从一天开始 一个男人来到了观里 用相机拍摄了一些画面 在拍到多闻天王的时候 竟然发现视频画面里的多闻天王 嘴巴在一张一盒 好似在说话一样 男人以为自己眼花了 便揉了揉眼 重新看了一下 没错 天王的嘴巴就是在动 连眼睛也好像在眨眼 这件事情一心传播 瞬间轰动了周围的人们 大家开始组团来到三清观 观看会说话的神像 无数人拿出手机和相机拍摄 而视频里的多闻天王 是真的显灵了 嘴巴在动 眼睛也在眨 三清观就此火出圈了 而贺兰山的景区 也迎来了旅游的旺季 而记者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 就前往了三清观一查究竟 在经过村庄的时候 村民们也对神像会说话 感觉到嬉戏 来到道观里面 记者就碰见了一个不信心的男人 谁知真就看见了神心说话 结果自己不行 自己又过来了 我拿手机找着看 就是会说 最懂的呢 记者为了验证真假进入了大殿 而跟随了摄像师 也开始对神像们拍摄起来 可是拍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神像开口说话 难不成是挑人吗 不是有缘的人 是看不见神像说话的 又或者说 难不成有人在说谎吗 会说话的神像是谣言吗 神仙下凡是真实存在的吗 你看你看他在说话 神像突然开口说话 震惊的村民 惊呼神仙险 三清观泥塑 雕像开口说话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难不成真的是神仙下凡了吗 记者听闻三清观神迹之后 就马不停蹄的来到现场进行验证 但是在摄像师拍摄神像之后 在拍摄视频里 却看不到神像说话 这时大殿里来了几个游客 其中有一对夫妻带着孩子过来 就是为了看看神像 真的是不是险了 可没想到 这对夫妻刚举起相机 就发现神像开口了 而记者也看了一下游客的画面 多闻天王的神像真的说话了 那嘴巴一张一盒的 连眼睛都在眨眨眨眨 但是让人疑惑的点也来了 整个大殿的神像 只有多闻天王张了嘴 大殿的游客也感到非常奇怪 小夫妻感叹道 希望神仙保佑我们平安吧 便离开了三清观 但是记者和摄像师还是在那边 是不是在神像的里面 有啥机关或者科技之类的东西 但是附近的村民说不可能 当时在建造神像的时候 很多村民都参与了进去 没有什么高科技就是用力做的 而当时第一个发现神像会动的人 就是设计神像的设计者唐喜 在得知自己设计好的神像 已经建造好了之后 就来到了三清观里 拿着自己的手机 对着每一个神像拍照 准备留作几年 当他拍到多闻天王的时候 竟发现了神像好像在冲着自己眨眼 而嘴巴好像也在说着什么 唐喜手机都差点扔到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 他把手机打开继续拍摄 揉了揉眼 多闻天王真的在和他打招呼 唐喜彻底蒙了 是不是神仙看自己心态诚恳 主动下来在这定居了呢 唐喜把视频给建筑工人看了 工人们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这些神像刚刚建造好 有的工人还觉得是孤魂野鬼 占据了神像的位置 吓得直接连夜卷铺盖跑了 村民们想这是神像 怎么会是精怪占据神像呢 这估计就是神仙下凡了 看我们这民风淳朴 要在这里定居呢 这个事情经过很多人的相互传播 三清冠和多闻天王会说话 也就火出圈了 吸引了一大批游客过来 要看看真伪 没想到看过的人都说 神像说话是真的 三清冠瞬间香火不断 有个人在管口卖香 一天能挣几千块钱 那记者就奇怪了 神像说话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他那个照相也照的时候 你照后我们可以看这个 这个 就这样子 贺兰山三清冠惊见天王神像说话 是神仙下了凡还是谣言呢 视频里神像的嘴巴一张一盒 村民们惊呼惊愧有会说话的神像 有人发现多闻天王说话 不是在什么时间都可以的 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地点 用手机或者相机拍摄 才可以看到神像说话的景象 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有细心的人仔细观察了一下 发现在大殿里有四座神像 只有多闻天王的嘴巴 是微微张开的 或许这种现象和嘴巴张开 有什么联系 其中隐藏了什么秘密呢 而设计神像的唐喜说 自己在设计神像的时候 专门把这座神像的嘴巴 设计成了微张的样子 而嘴唇的颜色是张单色 比较鲜亮一点 在昏暗的大殿里会显得更加的悲严 为了解开神像会说话的秘密 电视台专门邀请了 北方民族大学物理系的专家 来对神秘现象进行解析 专家来到大殿之后 就用相机对着每一个神像 都拍摄了视频 然后就直接明了地说道 我了解什么原因了 专家并没有直接说出为什么 而是让人准备了一张白纸 周围的人看得一头雾水 不知道专家卖的什么棺子 而专家直接拿着白纸 放到了多闻天王的嘴里 多闻天王的嘴巴显得更加的清晰 专家让众人再打开相机 拍摄一下看看 谁知在相机里 多闻天王真的就不说话了 专家说出了原因 这种现象和光还是有关系的 并且和相机本身也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游客所使用的相机和手机 像素并没有高 这时候受到光线的影响 就会产生在相机里 嘴巴一张一盒的现象 而之所以摄影师拍不到神迹 就是因为摄影师所使用的摄像机 使专业的像素非常高 拍摄的画面相对稳定 所以看不到神像说话的样子 真相就是因为设计师 神像的嘴巴违章了 再加上相机和手机的拍摄画面 过于的不平稳 才导致了在相机里 神像说话的景象 这就是一个物理学的成像原理 没有什么神仙下凡 一切都是科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